好 再來看到俄羅斯宣布將在未來四個月免費提供最貧困的國家50萬噸的糧食 那這是在玩兩面手法嗎 再來請教李傑 俄羅斯是在玩兩面手法嗎 他日前才宣布是要暫停參與由這個聯合國之中斡旋的糧食出口協議 甚至還歸咎於他們在克里米亞的俄羅斯船隻有被無人機攻擊 而這回呢 他們的俄羅斯農業部長就證實 他提到說 俄羅斯將在土耳其的參與之下 未來四個月內要免費提供給貧窮國家將近50萬噸的糧食 那這件事情可以看到過去的背景 其實呢 在7月22號的時候 包括俄羅斯 烏克蘭聯合國還有這個土耳其 他們就曾經簽下了黑海協議 也就是會從烏克蘭來出口非常多的糧食 這個量非常大來到900萬噸 而他當中的賬目呢 也包括了玉米 小麥 夏日葵的產品 大麥 油菜籽 還有大豆 其實量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 俄羅斯駐美的這個大使他就提到 其實在這個黑海協議當中呢 他們出口的糧食 幾乎都是運送到已開發的富有國家 但是呢 比較貧困的像是蘇馬利亞 伊索比亞 葉門 蘇丹 甚至阿富汗 他們得到的比例呢 只有收到3% 其實落差是非常的大 還是很多貧困國家是沒有得到這些相關的糧食的 因此這回他們就宣布 他們要暫停參與這個糧食出口協議 但是呢 他們也說 也將會提供給貧困的國家50萬多的糧食 會不會他們像這樣子的問題 影響整個全球的糧價 甚至引發再一次的糧食危機 其實各界都在觀察 烏克蘭展開大反攻 是不是又讓普欽生氣了呢 因為最近有一名俄羅斯高官被開除了 他是俄羅斯在烏克蘭中部地區的司令 相信要再請教李杰來說明 又有高官被普欽拔除了嗎 這一次提到的呢 就是俄羅斯軍隊的上將司令被革職 而他呢 就是俄羅斯在烏克蘭中部地區的司令 是一級上將拉兵 根據國外的媒體 已經報導出來說 拉兵被開除了 而且呢 消息人士也證實這件事情確實發生 不過現在俄羅斯的國防部並沒有對外宣布 也沒有對外證實像這樣子的情況 可可知道在烏爾戰爭開打之後呢 其實呢 這名拉兵一級上將 他就曾經被這個普欽授予是俄羅斯聯邦英雄的這個榮譽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被車城共和國的領導人指控 他擅自離開戰鬥位置 其實在這個戰爭期間 擅自離開這個戰鬥位置 其實是個非常嚴重的行為 而現在呢 其實包括俄羅斯的傭兵組織 像是瓦格納集團 他們也開始質疑 像這些將領在烏爾戰爭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而如今呢 拉兵傳出 他被革職 被開除了 過去曾經被列為聯邦英雄 恐怕一切也變了掉 而德國拒絕向烏克蘭提供暴二主戰車 不過德國同時也表示 任意用環形交換模式 透過他國間接幫助烏克蘭 所以今後續要再交給李傑 但你持續關心烏爾戰爭的最新動態 其實呢 從九月的時候 烏克蘭就實施大反攻 包括他們從國外國際上面 得到的一些優良的軍武 也包括他們這個國內 高網的士氣來慢慢收復他們的國土 而現在也傳出 德國是間接協助了烏克蘭 提供非常優良的軍武 德國證實說 他們並沒有向烏克蘭提供暴二的主戰車 但是現在透過環形的交換模式 已經提供給烏克蘭28輛M55S的主戰車了 那可以知道是這批軍武原本呢 是斯洛維尼亞他們的後備軍武 如今已經提供給烏克蘭 那我們來看就28輛M55S的主戰車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他原本呢是蘇聯制的T55 但是呢在199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升級了 他們升級的模式也包括了 原本從100公里的主炮升級為105公里 而且呢他威力非常的強大 是可以穿透T72等等的俄羅斯製造的這個主戰車 而可以知道是他們從他們也等於 安裝了新的電腦火控系統 這呢可以讓炮手在雙軸穩定日間增強瞄準 而且呢也增加了雷射的側距儀 而包括他們的指揮官也可以協助他們的炮手 目標跟蹤目標選擇 也包括可以拿這個機槍來射擊 而對此呢其實德國的國防部 他們也再一次證實 他們是透過環形交換的模式 將100輛的戰車 從這個希臘還有斯洛伐克慢慢的轉到烏克蘭 也希望能夠提高 提高烏克蘭的防禦能力